媒体记者,现在请部长 丁文长 部长好,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 慕宾驻,慕宾驻在 103年底要完成嘛 那目前的这个计划推动各项前职准备 现在验收的成果如何 我们现在各项的 主要是法院的问题,我们现在法院也送到大院来了 希望能够在这个会期,能够顺利的通过 另外我们还有一些跟行政院之间跨部会的协调 关于这配套的措施,是不是能够 这个如期的完成,这都是我们在 在努力当中的事情 所以现在我们很担心 现在整个国际的形势 以及经济的变化很快速 比如说经济现在好转以后,你要当兵的人 可能不多 可能不多,要不要达到这个目标 二十几万人 这真是很不容易 那么你现在假如说 比较自己有特殊才能的人 去当兵的不多 所以慕宾驻我们很担心到最后 103年能不能达到目标 这个以你个人的想法 能不能真正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 我们朝这个方向努力来 应该没有信心 这个是努力啊,没有错 努力也要预测 预测很重要 我们来的人将来素质要好 他无论他学士、修养、各方面品德都要好 这个才是我们强大国军的一种阵容 我们现在已经做一些实验 以及很多这个实验的措施了 现在的素质各方面都蛮稳定的 蛮稳定的 好,现在国军、军纪的问题 大家都很关心啊 那么竟然多多少少都发生一些风气的问题 有罗贤泽啦 还有其他相关的 比如说江国庆的问题 都是问题 都是问题 那么我们想说这个军纪一定要好 因为我们现在 讲人权啊 当然 我们军人也有人权 学生有人权 但是人权中要有限制 要有限制 军人,尤其军人要有限制 在你可能你本身的职务方面 你就没有自由 这是铁定的 铁律的 军人还有很多自由的话 这个军队就没有办法打战了 所以我们这个军纪也要特别好 那么刚才讲说 驻外人员 将来要撤谎 或是要求赏扩薪等等 这些我相信都可以加入 都可以加入 因为你既然要到海外去 接触的人 他各方面的人都有 那么对方 比如说我们中共 中共来讲 现在我们真的是中共 要吸收你 但是你要坚定的爱国的意志 不被吸收 你能够达到这样的才行啊 你像这个罗贤泽被吸收了这么多年 我们国防部部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到最后ador发现所有我们机密机密的资料都 都流到对方去 所以像這樣出去 要有一個 你要有切解 回來要策訪 我不是談人權 談國家安全 這國家安全剩一一切 剛剛部長講過的 絕對沒有錯 然後你說 加一個蔡委員講說 手掌 手掌到時候我沒錢 國家已經 所有機密被竊取 最後我們萬一發生戰爭 我們輸了 戰敗了 還有球場球什麼呢 所以球場都是 都是晚不及其極的 所以我們想這個策訪 都必須要做 剛才我們這個林委員講的 我們認為非常正確 正確 那現在就是說 中共在一月份中 胡錦濤訪美之前 這個發布 前20隱形戰機的 一個四色的新聞 對他的這個 西太平洋地區的各國 我們都做一下情報的交換 這個目前為止 是 是他現在 在一月份呢 是第一次出現 那至於他是不是 有這麼高的功能 那麼 有不同的國家 對他有不同的評估 這個地方 我們還需要 再進一步的去了解 詳細的部分呢 我請 連二次長 就給你做個簡單的報告 好 鮑委員 針對殲20的情況 我目前掌握的情況 它是在 去年的11月4號 就開始首次滑行 在今年的1月11號 他找的這個時間點 其實他是有 這個一些政治 這個意涵在裡面的 在這個成都 做了首次的試飛 那相關的性能呢 在上一次的委員會裡面 因為限於這個 機密來源的那個管道 所以本來是用了 俄羅斯的這個新聞啊 做了一個 這個 這個 類似 點 點出這個飛機 還有一些科技的瓶頸 要在做 在做這個突破 那目前來看 中共在它三步走的 這個戰略規劃裡面 確實它在90年代開始啊 除了新型的戰鬥機 轟炸機 無人機 相關的這個航母啊 它都有做一些規劃 那這個是我們後續啊 會針對這些 所以我們要掌握 中共的一個 軍事的發展是非常重要的 那我們也要對我們 國防軍事的充實啊 尤其我們一直 一直談的 F16CD啊 的購買 還有潛艦的購買 這個是對我們呢 保衛台澎金馬的安全 是非常重要的 那麼到底這個 F16CD美國賣不賣 潛艦賣不賣 我們現在都很關心啊 老闆市都問我啊 你國防委員會 你在立法院問國防部啊 但這個到底能不能實踐啊 消防委員做一個報告 這個 財電潛艦跟這個F16CD是兩個不同的 的做法 因為財電潛艦它已經同意 只是說 現在在這個商園的部分 跟未來要怎麼樣子做 那麼F16CD的部分 還沒有獲得美國的這個軍售同意 所以這兩個要繼續努力了 繼續努力 是 現在另外一個建村改建啊 現在在新店啊 安康有台茂八村 台茂八村 以及這個 新店中正路的 這個 嚴明新村的改建啊 因為我們這個建福處也是有幾次的說明 說明以後啊 他們說要他們是 現在可以留給他們抽籤只有二十幾戶啊 那其他都要搬家領錢 那領錢以目前的這個房價啊 他們確實是無法 無那個能力可以過屋的 所以便是流離失守 我們是不是將這個兩個眷村啊 來擇一來改建 舉個例子說 安康台茂八村的面積大 面積大 而且現在北俄高 不是這個 特異號道從那邊過 錦溫高中在那裡 錦溫科技大學在那邊 將來有捷運經過那邊 這樣這個地價也是會漲價的 那麼是不是選擇一個地方 嚴明新村這個地方 這面積比較小 大概一兩千坪 可以用啦 其他都是學藥用地 學校擴張也沒有錢可以買 是不是這個啊 來選擇嚴明新村來改建 容納這些眷戶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現在又有這個見改條例 第十一條二十二條 我修改過了 又可以都市更新 可以增加容積 是不是這個 這樣來 來做一個健身的改建 盡快的推動 讓他們安民心 我說他們都心裡很浮躁現在 那我幾乎是每個禮拜要面對他們 是不是可以這樣做 你說可不可以就好了 因為時間到了 你們說明一下 謝委員 跟委員報告 這兩個村子一共有143戶 那原來是不配合改建的村子 那經過98年5月16號 俊改條例公佈之後 那他把門檻降成三分之二嘛 那之後又重新啟動 那在今年的1月27號 已經正式召開法定說明會 那個法定說明 那個認證期是三個月 到4月26號為止 那如果他們願意過了門檻 那他是按照我們原來的規劃 以受德來做計價 然後讓他來選擇 那個新北市的所有的村子 那如果沒有過門檻的話 我們可以按照俊改條例 第十一條跟二十二條的規定 實施辦理都市更新 那只要能夠辦理都市更新 在那邊改建 在那邊安置他們 我想這個事情就解決了 其實解決這個問題不難 真的不難 那我願意協助你們 那我願意協助你們 讓他們安民心 好不好 這是另外一點 另外一點 就像是在去年 去年我們不是要國防預算 審查的時候嗎 黨政平台要協商的時候 我說我們國防預算 要達到GDP三趴 每年都叫到最後 現在才二點七幾而已啊 我說你一定要等到三趴 我再審 希望你們不然的話 你這個要退委 退委重審 從編 但是因為編了以後 你說要從編是很困難的 我是希望說 101年 101年 必須要達到 我們協助委員的支持 達到三趴 為什麼 你看 中國大陸的國防預算 兩兆七千多億 這樣比較 當然沒有辦法比 因為人口多地方大 這個無法跟它比 但是我們基本的 保家衛國的一個 國防的預算 國外的裝備 一定要達到很堅固 很齊全才有辦法 所以我們希望 部長 我希望你能夠繼續 繼續 今年九月份審查的時候 你還是部長 現在就要準備要編了 那一定要達到幾率三趴 我現在多個幾百億沒有問題了 可以吧 我盡量努力 啊 可以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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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